中共百分之百是子老虎 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弄低川普 令他赢不到选举 中共无能力在一小时内攻陷台湾和香港 中共为什么讨厌蓬佩奥? 因为蓬佩奥客观地说出了事实 如果美国不卖芯片给中共 他们就没有导弹 如果美国不在社交媒体上帮助中共 他们就没有网络和卫星舵航 如果美国脱欧 中共会在30天内就灭亡 中共知道朱利安尼可以搞定黑帮 他们知道朱利安尼搞定了五大黑手党家族 说不定朱利安尼会同样引用RICO法案来对付中共 CCP的五大武器社交媒体排第一位 他们不停攻击盐博士 盐博士一些反抗能力都没有 美国的社交媒体封杀了他的账号 因为中共完全控制了这些美国公司 事实上这些美国公司的贪婪 因为他们随现中国巨大的市场 病毒来自中国无用置疑 毫无疑问 这个病毒出现在中共国武汉 来自海鲜市场或来自实验室 无论是故意投放或意外洩漏 社交媒体公司是公共服务机构 我不接受他们应免于监管的这种论调 因为中国很聪明 知道怎样令人不顾廉耻道德 和爱国的需要来达到目的 他们通过大外宣 给过去任何的独裁者都厉害 他们完全掌控着乔拜登 你想象到他们掌握着乔拜登的绿像带和绿音带吗 我们的言论自由目前正受到重大的挑战 那些左派和科技大公司好像独裁者那样 共产党的这五个家族就好像黑手党那样 有什么办法可以收拾他们的 当你看到郭文贵还有闫博士 和这些所有逃离中国来到西方的人士 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可能用法治来收拾中共呢 绝对是 这个是更典型的RICO法案 比起很多以前我们起诉外国人的案件 共产党的洗钱数量大到荒唐之极 都可以作为证据来凍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 没收财产取替帝国对他们绝对是致命一击 他们当然是犯罪集团 他们贵赂了乔拜登 贵赂乔拜登的事是在乌克兰 我有证据 中国绝对不可能给亨特拜登 我有证据 他们花了很多钱给亨特 中共控制了他们父子 所以他说中共没有威胁 他一直都在维护中共 那就是为什么每次派他去中国谈判的时候 他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他们的股份里面看 有他们其中一个合伙人的侄子 亦都是美国国务卿的继子 所以CCP收买了美国的国务卿和副总统